Hello,我是Jesse,歡迎大家回到每個月的化妝時日記 今個月份其實就已經轉季了 就是我們的春天 春天大家的妝容可能開始有點不一樣 春天我們會用什麼顏色呢? 我們一想是不是一些淺粉色或者一些橙色 大家知不知道原來2024年的Pantone色就是這個蜜桃色 所以我今天化妝也以蜜桃色為主 當然不會整個臉都用同一種顏色 我在我眾多化妝品裡選擇了這個顏色 例如有些是玫瑰粉、偏灰啡色去做這個妝容 我們現在立刻開始 因為春天時份 我們用的顏色和妝感已經沒有冬天那麼深色 所以我就用眉粉去上底色 之後就用眉筆畫長眉尾 最後最重要是再用這支淺啡色的眉 Gel 去減淡我本身黑黑黑的眉毛 這樣眉妝就自然了 好我先戴上一隻Coin 這個Coin的牌子 其實是剛剛我在韓國遇到的 它的Coin的Style主要是走這個可愛的路線 我手上這隻顏色 它就叫做Hasel 它的外圈就是一個輕輕的深啡圈 內圈就是一個自然偏橙啡 上眼是不會不自然 又不會特別放得太大 而且Coin很薄 也挺舒服 眼妝我會做一個簡單的韓式漸層 眼影色我選了兩盒去混合用 我們用閃的淺黃色做大範圍的打底線 然後橙色做中間色 而這個beige色可以加強眼線上面的位置 這支眼線筆是我近期覺得它不易用 很容易畫的 畫內眼線和外眼線都非常容易 我們今次眼尾就不用拉太長了 主要是由眼頭畫到眼尾 畫圓少少 就有種自然可愛的感覺 胭脂這部分就簡單一點 我就選了這支Coral色 可以搭配到眼妝之餘 又可以提到神 最後嘴唇就用這一盒的調色盤 外面就用淺的Coral色 中間就用一點深粉紅加強 做了少許嘴唇的感覺 整體在這個陰影和打亮我都有 陰影就是在鼻樑兩邊膝骨打亮 然後打亮主要在鼻骨中間 眼眉上面和兩甲的上方去打亮 終於搞定了 我慢慢切了睫毛 眼影和胭脂之類 希望今次這個春妝 可以給大家一些新的靈感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